電子製品裡面的重要材料 另外還有一家 讓全世界女性都能抬頭挺胸 走路有風的大公司 發明了厲害的魔術胸罩 這就是華哥兒 收聽酒吧京都知識家 讓你知識多增加 Hi 新年快樂 我是宋芸化 台灣彩券新春限定呱呱樂 2000萬超級紅包來囉 獎項破紀錄 有7個頭獎2000萬 10個200萬加賓士休旅車 850個100萬 過年就要買彩券 連轉會升息循環接近尾聲 2023投資曙光在線 擁有優質收益 才能對抗市場逆風 特別股發行人 多為大型金融企業 信用平等較高 目前指數的殖利率 來到相對高點 投資價值浮現 台灣首檔 境內規模最大 博銳特別股息收益基金 是您唯一選擇 快上網搜尋 博銳投信 投資一定有風險 基金投資有賺有賠 申購前音響樂公開說明書 深時刻刻刻報新聞 聽見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著你 全世界news98 98新聞台 FM98.1財經一路發 我是阮木華 既戴笠 就舊金山的戴笠 以及亞特蘭大的博士提克 這兩個決策官員 在最新一天出來談話 分別發表了 這個比較鷹派的談話 我們利率一定要拉到5%以上 所以大家不要再 認為聯準會的鴿派 什麼上週五非農業就業數據 市場之後 大大的一個歡迎股長的 一個上漲行情 到昨天禮拜一就銷聲匿急了 收了一個很常上影線 今天晚上鮑爾要出來講話 他是一個公開談話 在一個央行的會議上 一個公開談話 鮑爾會放歌嗎 這個也是一個關鍵問題 以及今年美國的經濟形勢 通貨膨脹 還有利率的高峰 以及維持多久 還有經濟到底會是什麼樣的 一個衰退模式 那這些我們今天要一次 來請教專家來談 另外就是大摩 大摩的首席股票策略師 麥可威爾森 麥可威爾森去年看市場 看得蠻準的 所以大家認為說 我看到機構投票 把麥可威爾森投第一名的分析師 他說他看他今年 他說標普 可能還會再低於 現在目前市場預期的溫和衰退的目標的位置 就是3500到3600 就是說他看低點會破 去年10月 標普的低點是3600 如果低於這個位置的話 就是會破底 他說現在目前市場的看法是 對景氣看法是正確的 但幅度可能是錯誤的 標普500指數 可能會在3000點左右觸底 比目前水準要再跌22% 因為現在標普在3900 要再跌22% 那是不得了 去年全年跌20% 已經跌死了 今年再這樣激起下 再跌22%的話 那真的市場會很大壓力 如果真的被麥可威爾森看準的話 他說市場對景氣的看法是正確 就是經濟看衰 但是幅度可能錯誤 這到底什麼意思 我們趕快今天來請教 統一投信 兼牙股ETF基金競技能 袁永騰 永騰兄在我們節目現場 永騰你好 穆華哥晚安 好這個蠻悲觀的 這個麥可威爾森 但他去年挺準的 沒錯去年算是領先市場 早就把這個看空的狀態 已經描述給市場聽了這樣子 而且他10月看反彈 也是被他抓到 對沒錯 所以他看下跌跟看反彈 去年都看準 所以現在市場對他的這個看法 蠻重視的 那他說真的會跌到3000點 有這麼差嗎 再跌22% 我想應該這樣看 那股票的一個價格 不外乎就是從這個評價 跟這個EPS來做一個決定 那現在市場上來看 如果以這個S&P目前的一個 這個本益比大概在17倍16倍 做一個水準來看 其實他是大概是在一個 比較公平 比較fair的一個中性水平 大概就過去的一個平均值的 一個中值的一個狀況 那這種情況下的話 當然現在再往下修 我們從這個利率來看的話 今年大概就是升到5到5.25之間 這樣的情況的話 其實在這個本益比的修正上來講 應該是已經算是足夠了 那現在大家市場看不懂的是 所謂這個EPS的一個部分 那現在各家的一個大行 對於今年EPS的預估 其實眾說紛紜 那樂觀一點的預估 今年是還有一些微幅的成長 那中性一點可能預估 跟去年是持平的狀況 那像麥克爾維爾森 這樣這位最準的一個分析師 他其實預估今年一個EPS 應該是會下修10%以上的一個情形 那假設在這個一個比較一個溫和的一個衰退的一個情況下 EPS下修10%確實是一個合理的一個狀態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以EPS下修搭配的這個本益比的一個情況來講的話 其實股市確實是有一些 可以再往下做調整的一個情況 不過重點不是在於說它跌到多深 而是在於說這個衰退的一個期間有多久 那目前看起來以美國的一個 目前的一個消費狀況跟就業的情況來講的話 其實這次的衰退應該會呈現一個比較溫和的一個狀態 那在這種狀態之下的話 其實有可能是今年的一個美股走失 會是在年中間出現一個比較低的一個底部之後 出現一個比較溫和的一個上揚 那整個企業在這邊也做了一個調整 那整個的一個景氣慢慢慢慢走向一個復甦的一個狀態 從谷底走出來 因為我們現在從最近上市會公司公佈的營收也好 或者有一些企業已經把去年第四季的EPS都解出來了 我們可以看出來幾乎都沒有好的 第四季絕對是不好 那接下來看到的第一季第二季 有可能因為在這個不管說庫存的調整 或者是說這個消費這邊 因為整個一個就業情況看起來 比較沒有像之前那麼熱絡的狀況下 稍微做了一些縮手 不過現在看起來美國消費真的還是很強 大家還是願意花錢的一個狀況 那這也是麻煩 這就會變成利率的高原期會維持在一段時間 也就是說今年的走勢真的會非常的一個 這個難以捉摸 不過我們這邊也給大家做了一個過去的一個參考 其實以過去30年來看 美國科技股大概有8成的時間 都是呈現一個上漲的狀況 那中間只有兩年 就是在這個達康的這個年代 2000年到2002年這個情況 發生過連續性的一個下跌 那當然大家也知道那個時候其實是炒出了一個 所謂的一個泡沫的一個價格 那現在來看其實並沒有這樣的一個泡沫的存在 那美國企業其實在這個營運的調整上 或者是說在獲利的一個創造上來講 他們創新能力是不錯的 所以現階段來講在去年底 這些大企業開始在做這個結一縮時的準備過冬 那個準備的情況之下 那我是覺得這個調整期應該不會太長 好所以大致上應該不會說衰退一個超過一年的時間 應該不至於有這麼久的一個狀況 兩季度到三季度 對大概是一個兩季度到三季度的一個水準 衰退的幅度大概會多少呢 應該是在零值之下可能零到負零點五之間 以我們這個自己研究部的一個預估來看的話 目前我也是比較認同這樣的一個走勢的 不會Hard Lending不會摔得很重 比如說像08年那時候GDP負到五嘛對不對 對因為現在來看的話 其實在美國的整個 不管說是在債務的一個狀況來看的話 或者是整個的一個財富的一個狀況來看 它其實比比這個08年的時候 它的一個經濟的一個韌性 跟這個經濟體的一個這個強健的程度是好很多 那還沒有過度的一個融資的狀況 所以比較不容易發生所謂的一個融資的泡沫 那也不至於產生這麼大的一個衰退情形 八成的時間過去30年美國科技股市上漲對不對 對對對 但是還是也有20%的時間是下跌 對有20%的下跌 但是我剛有提到過就是很少出現連續兩年的一個 就是下跌的狀況 當然我剛有提到一開始有可能今年是一個先蹲 就是兔年嘛 兔子就是先蹲後跳啦 有可能會是一個先往下蹲低 然後到下半年呈現一個比較recover的一個情形 好 不過你剛剛也講了 就是說下半年如果是recover 它也是一個溫和的recover 對 它也不會是一個很像V轉 像大幅 像08年 比較難出現一個V轉 08年那樣子一個大幅拉伸 V轉的一個情況 因為那時候有貨幣政策 現在沒有 現在看起來不容易 現在看起來不容易 好 那美國通盟看起來是有嚴格 因為這禮拜是要公佈CPI 對 現在目前預估的情況會是怎麼樣呢 那它對科技股的影響又會是什麼 我看到今天除了麥克爾威爾森的新聞很大條以外 就是說它還是堅持它看空標譜到3000點 這個其實它去年12月就已經是發出這樣的一個言論 它認為說標譜要本益比要修正到13倍 您剛剛講現在是目前16倍 目前大概16倍左右 對 要再往下修正到13倍 這是它的看法 它說標譜的這個本益比要修正到13倍 另外一個今天就是一個對沖基金的大咖 它是連續15年 它的績效是贏過標準普爾500指數 這個叫做Bear Miller Bear Miller講說呢 它現在正在做空特斯拉 它說我在放空特斯拉 它說呢 特斯拉繼續漲 因為禮拜一特斯拉股價 我們看到最新一個交易日 就是特斯拉股價是大漲 對 這個凸顯 特斯拉這個降價利空出境之後呢 股價禮拜一大漲 就Bear Miller接受訪問 它說我上個禮拜開始放空特斯拉股票 它說呢 特斯拉你再漲 我要空更多 它就很豪氣的 就直接在電視上講說我要空更多 它說為什麼 它說因為特斯拉 這家公司啊 它的價值不應該超過 這個全世界前五大汽車公司的總和 那那前五大汽車公司是哪五大呢 丰田大眾 Mercedes Benz 再加上通用 再加上福特 特斯拉現在市值 雖然大幅縮減到3500億美金左右 但是呢 這五家公司加起來 現在也不過就是差不多在4500億 所以特斯拉是逼近 一家公司的市值逼近這五大車廠 而且它的這個 我們講通用好了 GM的這個市值才500億美金 特斯拉350億 所以它高過通用七倍 所以它覺得這個不合理 這就是成長股啊 估值的問題啊 沒錯 這個Bear Miller講這個話呢 您的看法 以及呢這個現在目前 CPI的這個最新的預估呢 CPI現階段來講的話 就是呈現一個緩降的一個狀況 因為其實大家看到商品的部分 像原油啊 像這些這個小麥啊 農產品這些部分 都出現了一個大幅的下滑 那針對去年激起來講 這裡呃 對去年 這個同期的情況呢 它還是偏高 但是基本上呈現一個 慢慢一個往下走的情況 但是目前來講 比較麻煩呢 還是在這個呃 薪資的一個部分 薪資的增長 因為其實在這個呃 就業人數上來講 跟這個招工來說 還是有蠻大的困難 雖然大家看到所謂科技股 這邊在做一個裁員 但是其實在這個 比較低端的這個服務業的部分呢 還是找不到人的 那而且科技股的這些工程師 被裁了之後 大概只要花一到三個月的時間 又全部找到工作 那基本上 這樣的一個情形來講 對於所謂的一個呃 薪資推漲的一個 螺旋性的一個通膨來說 還是有很大的一個壓力 所以現現段來說 只能就是慢慢呈現一個 緩步下滑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呃 利率的一個環境來說 是比較難以去做一個 這個收減的一個情形 那CPI這個禮拜四公布出來 不見得會 如大家預期的大幅 再再往下 不容易 不容易 可能就是比樂觀 那個好多個零點一 少個零點一Percent 就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那個樂 那個也是華爾街自己編出來的數字 對對對 他就稍微編高一點 然後那稍微低一點 大家就哇 你看好預期 對不對 然後股市又漲 對不對 對 那股市漲不好 股市漲 那鮑威爾他們出來講話 就越講越硬 對啊 所以這就兩個拉扯 華爾街希望股市漲 然後鮑威爾他們希望股市不要漲 對 他也不希望大跌了 他希望有些金融的一個壓制 不需要在這邊有一個 太這個過度的一個 樂觀泡泡的一個情況 好 因為永騰兄呢 是操盤這個尖牙股 然後其中就包括特斯拉 所以為什麼剛剛講 比爾米爾這個問題 要問你 又要請教你說 到底他看法對不對 這個等一下我們回答 請你回答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的產品 都有自己的故事 第一金權證 正在創造自己的故事 那您覺得呢 比爾米爾的這個看法 您覺得 我覺得成長股基本上 永遠都是有看多的一方 跟看空的一方 那現階段來講 那個特斯拉 它的一個目前是呈現一個 交出成績單的一個階段 那以前沒有EPS可以檢視 現在有了 那它的一個交貨的狀況 隨著這個生產的一個 這個一些排程 它現在生產管理上 相對是比較差 就是有時候 它的一個EPS產出的一個線 就會有上上下下的情況 那確實 有可能讓一些人 在裡面有一些就是 去年放空特斯拉大賺 去年當然是放空他大賺 但是到了現在的價位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一百塊美金 對 誘人嗎 你覺得一百萬美金誘人嗎 買進的部分 我是覺得長期的買點 電動車 畢竟還是一個長期成長的狀況 這裡其實 向下累計是沒有什麼問題 但特斯拉其實最大問題 來自於說市場上相同的競爭者 開始慢慢慢慢增加 它感受的壓力也比較多 對對對 那另外就是 因為它大陸市場 其實可以看到大陸那些自主品牌 所謂的大陸自主品牌 它在大陸的一個成長率 是以成長率來說 是高過特斯拉 比亞迪的電動車越做越好 就做得很漂亮 很漂亮 那個新的跑車出來 讓我看到那個照片 比亞迪新的那個電動跑車 那高端的 那個真的是做得跟法拉利一樣漂亮 那也給了人家就是放空特斯拉的理由 但特斯拉真正強項是在它的軟體 它軟體這些部分的話 其實我覺得還是帶給它長期的一個 大數據 對一個premium 這個部分我覺得 短時間大概人家還是追不上 這個東西是它的一個真正的一個know how 好了我們要準備回廣播現場了 集北市微植藥字第1093054761號 時時刻刻報新聞 聽見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著你 全世界news98 98新聞台 FM98.1財經一路發 我是阮木花 這個去年全球股市都一樣 包括台股也在內 這個越成長型的股票是跌得越慘了 過去是越成長型的股票漲越多 去年是完全顛倒 比如我們講看到特斯拉去年跌65% Meta跌64% 連微软Microsoft都跌掉了將近三成 Microsoft已經不能講說 價值成長股票都跌這麼多 你就不要講說其他雲端的SAR這些股票 可能腰斬在打七折都有 真的是很慘 有一種股票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AI 它的代號 它的TIC就是AI 你打AI 你就可以看到 從一兩百塊美金跌到剩十塊美金 這種雲端的概念 AI還不是小公司 AI是接美國國防部訂單的公司 製作人工智慧的雲端的 你看這種股票這樣跌了 結果你可以看到開年 微软繼續大跌 然後蘋果又破底 然後特斯拉一天可以跌12% 但禮拜一特斯拉漲上去漲6% 但是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看空特斯拉的言論還是一缸子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Bear Mirror 就是公開校正說你只要漲我就繼續給你放空 這麼有Guts 你就直接校正馬斯克了 那麼繼續來請教 我們今天請教 這個當然要講成章股 我們就一定要請到 統一投信的圓永騰基金金人 那永騰是操盤統一投信 尖牙股ETF基金 那大家都知道尖牙股 就是成長概念 對沒錯 那其實他們去年也是 suffer很慘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提供這張圖 去年suffer最大的原因就是在於 整個聯準會的一個利率 快速的拉升 從0%左右 直接拉到了4.5% 那這個部分就影響到這個成長股的評價 所以他們去年的一個本益比 從先前大概30-35倍的一個本益比 一路往下修 修到現在大概多少 現在大概不到20倍 其實跟S&P500已經快要非常非常接近的一個狀況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他們的一個本益比的比 只是回到一個比較合理的一個水準 那接下來就是要看整個的一個獲利成長的一個檢視 那現階段來看 今年在S&P500來講市場預估 整個的一個S&P500的一個成長的一個獲利成長率 大概是在差不多3-5%左右 那但是對建亞股這些個股 它的一個獲利成長率 市場還是預估有一個所謂的一個 雙位數百分位的一個成長 就大概10%以上的一個成長的一個狀況 所以相對而言的話 基本上整個的一個成長情形 應該還是可以維持住的一個狀況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們相對又在一個比較低的一個本益的位置 其實當然你說個股可能是 有可能有一些它個別的一個因素 但以指數而言的話 相對來講它是進入了一個 比較甜蜜的一個價位的一個情形 好 就是因為經過去年這樣 30%50% 你什麼時候看到微軟跌30% 沒錯 所以就是說它的市值 已經大幅的減損下來了 這個現在全世界 已經沒有兩兆市值的公司了 就是蘋果一家了 它其實在今年年初就 第一天就跌破兩兆 那現在又回上去一點 那現在兩兆邊緣 以外都沒有兩兆美金市值 以前蘋果是三兆美金市值 掉掉一兆美金 你說去年聯發科跌48% 市值減損9000億台幣 但是人家是一兆美金 30倍 差好多 聯發科已經夠 市值已經減損夠可怕了 將近快一兆台幣 微軟 這個蘋果市值減損是一兆美金 然後特斯拉從高點下來 整個市值蒸發了9000億美金 沒錯 恐怖 這個就是美股最經典 它漲的時候很兇 跌的時候也跌得 完全不囉嗦 那我們也希望長上去 重新回升也再不囉嗦 會的 有沒有這樣機會 我覺得這個需要 我們投資還是要看長期的 今年來說 你要看到一個V轉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就提到 今年其實不太容易 產生一個V轉情況 但是今年來講 確實非常有機會 會不會在底部 撿到這個寶玉跟黃金 寶玉 還有黛玉 還有黛玉 所以今年就是佈局好時間點 那請教永騰要怎麼佈局 我們當然不敢休閉嘛 就ETF分批買是這樣嗎 基本上來講的話 其實以這個ETF而講 它的特性來講 最好就是通過這個定期定額的一個方式 那做一個分批買進 那基本上不要太去在意這個短期的一個漲跌 那持續去做一個投資 那重點還是在這個 在於你投資的一個部位 未來的一個成長性 那我覺得長期的都是重點還是看成長 那目前這個建亞股的這些所有的一個個股來講 其實它掌握到了這個未來的一個成長的一個重心 那包含就是剛剛一開始這個沐華哥所提到 在AI大數據的部分 其實不管說是電動車 或者是在所謂的一個這個 這個智慧的一個醫療 或者是在所謂的一個這個串流語音 社群媒體電子商務 其實全部都不離開這些所謂的AI大數據 一個分系列的部分 從AI大數據找到你的商機 然後去創造他們未來的一個獲利 我想這些建亞股過去一直以來在做就這件事 那我想未來的一個商業的一個模式 應該還是不脫降的模式 那麼他們都同時長有了 掌握了所有的這個大數據的一個資料 那你包含特斯拉 那個自駕車的這個所謂的一個 所有的一個駕駛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習性 或者是駕駛的一個這個紀錄來講 特斯拉大概是全世界現在最多的吧 別人別的車廠 根本都還沒有辦法累積這樣一個紀錄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他去發展自駕車來說的話 他的一個這個未來的一個 在自駕車這邊的一個領先性來講 其實也是很難被超越了 當然這個你光坐車來講 你會覺得他可能沒什麼了不起的 但是在這個他的一個軟體附加價值上 其實他就可以創造很大的一個 經濟的一個效應 所以特斯拉的保育就是他的這個核心價值 在他的 等於說在軟體這一塊 數據這一塊跟他的未來的自駕的 這個所謂的 那個Level 4這一塊 對 因為基本上你數據很多嘛 你發生過事故 然後發生過這個意料之外的東西 他可以很快的在這個 參數很多 對 很快去做進行參數的修改 然後進行這個一個 自駕車的一個upgrade的一個狀況 而且他又是用這個訂閱制 基本上你也不用回車廠 反正我就是發一個這個 發一個upgrade 你就download下來就好 其實這個才是他真正的一個優勢所在 跟台積電一樣 這個參數很多 對 基台每天都在收集參數 好 那蘋果馬上在二月初要公布財報嗎 對不對 現在蘋果的謠言滿天飛說 去年第四季只有七千萬隻了 今年也要當什麼第一季當到四千萬隻了 說蘋果營收要衰退 盈利也要衰退 如果蘋果真的二月公布出來 營收盈利 EPS雙衰退那不得了 那蘋果真的已經沒有成長性了 他的這個整個階段的成長 是不是已經告一段落了 純粹就手機的部分而已 手機本來就是一個比較具有消費性 手機或者是這個iMac的部分來講 他就是一個比較有消費性的一個狀況 那他就是跟著景氣上上下下 確實有可能 在這個現在這個景氣比較逆風的一個狀況之下 他的這個手機這硬體的一個銷售部分 會受到一個很大影響 但是大家去關注 他在這個軟體的部分 包含他的這個APP的一個訂閱 以及這個一些其他的一個 雲端的一個服務上來講 可以看到在軟體服務 佔他的一個營收比例 其實已經是在快速的一個拉伸 對 那這個部分我們預期 還是會呈現一個持續的成長 隨著他的一個device 隨著他的這個 就是他的這個 中端的這個應用的這個 硬體的一個擴張 那他的軟體這邊的一個成長的一個幅度 未來其實才是他一個真正的一個動能 那我想短期的一個硬體的衰退 總是難免的 但是在這個軟體這邊的一個cover上來之後 他應該很快就可以走出這個谷底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從180塊美金跌到現在120塊多左右 對 算是也是折價 也算是 這邊也算是一個比較合理的一個 20倍本益比 他現在20倍本益比 對相對也比較 特斯坦也是20倍本益比 現在也是20倍本益比 對就是對他的一個成長性而言 其實他們在這個軟體跟這個服務上來講 我覺得這裡來講 都是一個還不錯的一個長期的一個 投資的一個時間點 好 那反正 既然講長期 我們講如果說今年一整年的話 剛剛有一個建議 也就是說定期定額嘛對不對 對 你ETF就分批了這個佈局就對了 那ETF也有好處 就是說他其實科技股成長股是一網打盡 沒錯 你單壓特斯拉萬一被BM2的放空 搞到你也不是很挺衰的 大家看我們其實至少有10檔這個 所謂的一個科技股 而且這10檔都是美股所謂的大 中之大的一個 看一下這個直播 大家可以看到這10檔 ETF的裡面的巨頭 對大中之大的一個這個巨頭 那其實我們cover一個產業 那最大的就是兩兩塊產業 一個就是這個尖端半導體 那一個就是所謂的一個AI大數據 那其實這兩塊合計起來 就是創造科技未來成長的一個最大一個動能 那投資於他們其實短期間的一個逆風 當然是會受到一些這個比較這個心理的一個壓力 但是長期來講這樣的一個營運模式來講 應該還是這個可以這個成長是可期的一個狀況 OK 我看到你有那Snowflag 雪花嗎 對對對 這個巴菲特的愛股 巴菲特的最愛 IPO120塊美金買的對不對 就衝進去了 對然後這個第一天就漲了50%對不對 那現在還是持有 對 巴菲特當時IPO大概買了差不多7億美金 對 那最高的時候這個漲到17億美金 巴菲特賺10億美金沒賣 現在又跌回120塊了 對對對 10億美金飛了 沒錯 那我想巴菲特也不care這10億美金啦 對 他看的應該是長期投資的機會 就是長期的機會 他的東西雪花的東西就是很有趣 基本上 過去大家覺得說這個雲端 就是三大家嘛 就Amazon嘛 然後這個Microsoft跟Google 那你放在他們各雲端的一個產品 你如果要去做整合的話 變成說你要 只能 你放Apple 你放Amazon只能用Amazon 你放這個Microsoft 你只能用Microsoft的一個工具 那雪花很簡單 就是你用我雪花的平台 我可以同時去擷取各個不同的這個 這個平台上面的這些數據 那幫你做分析 那講一個簡單例子 就是一個這個消費的一個 消費的這個廠商 他如果說要做庫存的一個準備 他可以去撈這個 他幫你撈這個氣象局的一個氣象資料 OK 然後來做他的人流分析 做好庫存跟這個一個銷售的管理 其實就很方便 每次講到雪花都想到那條歌 雪花一片一片 提醒大家 投資一定有風險 基金投資有賺有賠 申購錢應該詳閱公開說明書 跟投資人須知 今天永騰 把整個美股的大環境也跟大家講 我們當然是在市井之中也有樂觀 對不對 中短線要注意要小心 但是中長線是樂觀的 是沒錯 非常謝謝永騰 謝謝 謝謝木華哥 謝謝 新年四五好禮 就送龐公公最好吃